大家好,我是刘星,感谢你们来听到我的频道。 大家好,我是依禅,今天依禅想跟大家聊聊,余生最好的活法就这两句话。 师父说,人生看似复杂,无非是在学着如何生活,有人选择简单活,有人选择将就过,最好的活法无非这两句话。 白天说说笑笑,晚上睡个好觉。 人生不过三万多天,笑着过是一天,哭着过也是一天,不如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。 没事的时候和朋友开开无声大哑的玩笑,有事的时候和自己说说内心真实的情绪。 心累了,就出去走走,难过了,就看看喜剧。 凡事都往好处看,烦恼别往心里去。 积极乐观的生活,可爱真实的做自己。 做情绪的主人,不让人生输给了心情。 白天负责努力,晚上负责自愈。 白天有太多辛苦的事情,有太多不同的面孔,有太多利益的纷争。 到了晚上,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清零。 经历了一天的工作,身体已经够疲惫了,千万别再胡思乱想,千万别再为难自己。 好好放空自己,给自己充个电,呼呼大睡一场,醒来才能更有活力。 一生复杂的事太多,艰难的时刻太多。 背着昨天赶明天,会累坏了每一个晶天。 抱着烦恼追幸福,幸福很难住进你心里。 别把日子过得太满,别把自己弄得太累。 觉得被善待,就继续,觉得被亏待,就放下。 好好吃饭,好好睡觉,白天乐观,晚上坦然。 没心没肺,活得不累,烦恼不过夜,健忘给幸福。 余生,愿你白天说说笑笑,晚上睡个好觉。 愿你三分从容,三分执着,三分成熟,剩下一分,活出自我。 我是依禅,喜欢我的话,别忘了分享哦。 每晚八点,我在这里等你。 希望依禅的话,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。 晚安。 明文字幕志愿者数 mat放线。 我们希望 antsikæ组出来的节目。 既此让 Craig振元生活。 外国人会逢通中的世 bei ganzential片。 来自 tracked我们的艺术那 cages。 我们安排敲跡的人 Noodles 위 Society。 感谢观看